那班不想走的人大部份都是逆權侵蠢 100% 因姦不遂 逆權侵蠢 侵地變不照子 非原居民淪為二等 東北發展計劃爭議多多 原居民和非原居民對立面之一 就是土地屬權問題 當中涉及逆權侵佔 侯主席就有這樣的技能 新界人一向都是一個慈悲偉壞的心 自己不姦100元做給你一年 這些子女反過來說 老爸可以霸這些地 有個叫業權侵佔 你不拿我拿 你們不朝子 新界非原居民一直以來都被視為二等公民 政府每次去 deal with 新界土地的時候 他只會找一個接頭人就是原居民 我明白 我明白政府現在去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新修訂 平邪打鼓嶺分拆南入明年的發展研究 公營房屋比例增加到六成 聲稱可以換來十七萬人居住 平邪打鼓嶺全數都是私人發展 好像數碼國安的翻版 政府始始沒有提供一個很實質的理據 為什麼我們要開發這麼大的新市鎮 香港有很多市民住在劏房 農屋 你想想這些人的苦處 你們各個霸著一個地方 你對全香港市民 公不公平 東北最新焦點 落在政府應不應該收回 粉嶺高爾夫球地 因為這170公頃 剛剛夠十七萬人合乎發展計劃的需求 要去收地 再做規劃 時間是漫長的 你現在叫做炎薇之急 個個都急到賴 就算真的發展 到底選擇原則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選擇 這麼多人住的地方 這麼多農地的地方 但是他不是選擇一個 只是給有錢人打球 不搞高爾夫球場搞農地 被指農地殲滅 侯主席說 其實九成幾原居農民都渴望收地 又指非原居農民搞亂秩序 他們經常都說 很喜歡田園生活 大部分 十至八九 都是一班 不務政業的 專門搞亂秩序 你看到那些有多少個 真正在這個地方住 卓介介就說 本地農業是很重要的出路 東北是香港的農業重鎮 收地計劃 將會成為農夫的困境